那麼在簡報第三頁這邊呢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其實現在連空中大學 都有虛擬主播的 你看空大在我們疫情之前 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名 這個就是這種錄製教學節目的 算是經驗最老道的 當然人家也持續在進步 所以你看他現在這個 沒時間就想學習新技能的你 注意 我們是國立高中大學 是隨時隨地都可學習 對那等一下我們後面也有一個 如果老師真的不想用本尊獻身的 你也可以考慮用分身 好那這個呢 它也更特別一點 等一下喔 找個翻譯 找個笑話翻譯在哪裡 它叫沈浸式翻譯喔 那 等一下給你小編貼這個連結 那這個翻譯 等一下喔 我們把這個 它的Google 它都是Google的外掛插件喔 就是製作教學影片啊 或者是你要做線上 事實上都可以完成的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好多 那當然 當然在高中指以上 包括大專業校 現在也有很多 是不是有所謂摩克斯課程 對不對喔 那所以您也可以從這裡去找到 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像教育部有這個 摩克斯的入口網站 那浴網呢 是較大的 那我之前呢 那我之前呢 也有就是 錄過一些Canva的教學課程 那像我錄這兩個 Canva跟歐函的教室 我就是用 嗯哼 下去錄的 那時候還是用安裝的版本 就比較之前的版本去錄的齁 但是如果你想看 也可以從這裡去找到 那真正其實我們一般在學校裡面 比較專業一點的 你大概就會看到像這種 那這個是我們在錄東樹梅系 他們這種比較專業的順額 其實就跟一般電視台那個一樣 反正就是大紅的綠幕啦 藍幕啦 當然大部分現在都是綠幕比較多 那你就會發現他們 要做到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說 除了硬體設備 還要有人好嗎 因為你看 有沒有現場要操作的東西很多 對不對 我們要讓老師站在前面 即時合成這些3D的背景 3D的互動 除了要有人 掌控攝影機 攝影機 然後呢要有燈光 自拍有一堆後製人 幫他們處理啊 那老師呢 前面通常會有像這樣子 就是他從這邊看到 他變成這樣的人啊 這樣才知道要怎麼走位啊 對不對 不然走出去的就 就有問題了齁 所以其實像這些就會 牽涉到很多這些硬體啦 軟體的操作 可能老師就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樣的品質 絕對會比我們現在用網路攝影機 這樣來得更好 所以也是要看你的一個需求 有沒有感覺到工作人員要很多 那麼像我們在那個現在台北 我記得屏東也有 就是現在有在推這個所謂的 5G虛擬數位攝影盆 那這個5G跟我們手機那5G不一樣 先因為像我去台北剛好 詠春高中 他們裡面就有這個 新興科技水港中心 那他們的這個 攝影盆就像這樣 那他比較強調就是360度的 然後也可以帶上什麼 VR眼鏡 直接進去體驗的 可是這個也是要設備 也是要設備 像平常我們上課就比較寒酸一點 有沒有 兩個步掛上去就好了 像這樣掛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實際的這樣去操作它 因為其實不管是做即時的 或是錄下來之後再做後製 反正只要藍綠幕就解決了 那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所看到 都是是不是都是需要藍綠幕的 可是像老師現在 您用Teams用Google Meet 我們現在有沒有鏡頭虛擬化 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現在即使你沒有藍綠幕 老實講也可以做藍綠幕的去備 只是說他會比較限定在什麼 你的人 比如說像我這樣 我的人必須要夠大 然後呢 我可能走動的這個動作的範圍 我不能太誇張 我必須要就是 稍微局限在比較固定的區域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我站得太遠 很顯然的可能就會 他就把我當背景了 就把我當空氣了 所以你剛剛知道為什麼 我把老師的畫面拿起來之後轉過去 大家都不見了 因為他把大家都當空氣了 所以因為太小 不夠大 他就認為那可能是背景 那 剛剛呢 已經有帶大家去看到我這個寫作平台 那麼 如果你有需要一些素材 也可以到那邊去找 那我也有把 就是以前 像 我在用那個 OBS的一些延期的部分 這個是去年的 也有把它丟在這邊 所以 其實以前 我是比較認真 用這樣子 像這個是中正大學的 所以 我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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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就不行了 因為他們兩個穿藍色的 對不對 就會有這種 問題 那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 嗯哼 不用藍綠幕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 講到的那個 Print Life 有沒有 這個也不用藍綠幕 事實上呢 這個Print Life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事實上這個功能 跟我們的OBS 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他最大好處就是 他可以不用藍綠幕就去背 那OBS到現在都還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是 他有兩個產品 一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虛擬攝機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 我們OBS一樣的 Print Life Studio 而且你會OBS Print Life Studio 自然就不小心會了 因為他等於OBS 外加 強化功能 所以操作界面都一模一樣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這個虛擬攝錄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設備的部分